賴院長跟陳菊秘書長在敗選之後 的確都跟蔡總統表達要負責要請辭 那我想總統基於政局的穩定 因為立法院現在預算正在審查 那所以呢短時間之內 不可能所有的重要的這些夥伴都辭職 所以蔡總統表示強烈的慰留 那我想陳菊秘書長跟賴院長 應該都是基於對於政局的穩定 所以先留下來把狀況做一個穩定之後 他們內心都是想辭職的 那因為大家都希望負責嘛 希望負責 但是又不希望小英總統或者國家的政局 面臨過大的這種不確定性 那我相信未來他們會在適當的時間點 再次表達他們的這個辭意 我相信應該是會這樣來做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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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